大面積增建鐵皮屋 連接著整棟房屋 還直接突出一大塊 原來這處住宅 就登記在黃國昌名下的 四層樓住家 黃國昌系指住家的後方 違建是建好又建滿 而且違建的位置 還疑似是侵占國有力 這是108年的空照圖 違建區域就是這塊 綠色鐵皮屋 現在被黃家拿來當成 後陽台使用 黃國昌住家除了頂樓 加蓋是違建 又被新北市府再度認證 出現第二處違建 而超出的區域恐怕存在疑慮 拿出住宅面積找專家計算 第號14是黃國昌住家建物 第號13登記在汐止白雲段 屬於山坡地保育區 大約二十五平方公尺 在地號以外的這一塊 登記在汐止秀山段 同樣也是山坡地保育區 所有全人登記在中華民國 約五十四平方公尺 總面積達到七十九平方公尺 屬於國有地隸屬國產署 黃國昌的系值住家後陽台 被國產署認定侵占國有地 將會通知黃國昌 繳繳使用補償金 並要求一個月內腾空返還土地 由於違建的面積超過原本合法的一倍 新北市府也表示山坡地保育區不能蓋住宅 違法最終可以罰三十萬 如今就等黃國昌上街頭 提自己大聲說清楚 國家的就是我家的概念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國有土地被這樣違法的占用 國有財產局在擺爛 二零一九年戰神黃國昌爆料 韓國瑜妻子李嘉芬家族殺十場 非法占用土地 被國產署要求要賠兩百八十二萬 不了了之 有不實的地方 有錯誤的地方 站出來公開辯論 黃國昌打臂向來嗆辣 標語都大字也寫著 國家的就是我家 非法占用國地竟還拒還款 如今這場景在網路瘋傳 畢竟黃國昌的爭議情境很類似 跟我們租這塊地的人 他有沒有把裡面讓人家停車 跟人家收取費用 去做當二房東的行為 老實講 我沒那麼清楚 口中種菜基林地 拿來承租給二房東 違法經營停車場 就連在住家附近一百八十公尺距離 黃國昌也推不知其 不只住家五樓被抓幫違建 連同建築物後方 往外推出去的後陽台 還被國產署認定是侵佔國有地 看起來黃國昌做的事情 跟韓國瑜一模一樣 那我希望這次的國有財產署 不要擺爛 水保地跟國有地的占用跟濫用 他會先限期改善 如果限期改善 你沒有處理的話 那就要急暴急拆 七月十六號黃國昌不要上街頭 在家裡來把自己的後陽台 跟廳車上改善網再上街頭 過去打幣鮮明的黃國昌 量著必案那把道德標準的尺 是否也該放在自己身上 要自我檢視 三日新聞 郭斯文盤 又有可能台會報道 在《倫英文》中文放棄 在《倫英文》中文放棄 在《倫英文》中文放棄